2月10日,加拿大自由车队抗议者用卡车和农用设备封堵了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和美国北达克他州之间的爱莫生过境点。 此前,连接加拿大埃博塔省和美国蒙大纳州之间的库茨过境点,以及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沙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大使桥也被抗议者堵住。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四晚表示,封锁活动损害了加拿大的经济。 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一抗议活动可能使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和高通胀率继续恶化。 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出警告,美国近期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的游行活动。 国土安全部在发给全美警方的备忘录中写道,已收到有关卡车司机计划封锁主要大都市道路的报告。 他们的诉求是抗议有关疫苗的强制性等规定。 车队最早可能于2月中旬在加州开始,可能会影响定于2月13日举行的超级晚和定于3月1日举行的国情资文演讲。 白宫表示,正在非常密切地监视边境局势,官员正在昼夜不停地努力,希望尽快结束封锁局面。 同时,自由车队抗议蔓延到多个国家。 11日,法国以及比利时10日宣布将禁止抗议车队进入巴黎和布鲁塞尔。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2月11日表示,俄罗斯可能在近期侵略乌克兰,要求在乌的美国公民在接下来24到48小时内离开, 并重申,一旦俄乌开战,美国不会派出军队进入乌克兰撤侨。 继国务院和美国总统拜登公开呼吁要求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苏利文给出48小时内离境的建议,凸显情况紧绷。 他指出,在无法透露情报细节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确信冲突一触即发。 但他也说,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尚未做出最终的侵略决定。 苏利文说,美军不会进入乌克兰,不会协助战斗,美军部署在东欧的任务是为捍卫北约,落实美国在集体防御的承诺。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门同一天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乌克兰,并建议目前仍在乌克兰的英国公民尽快离开。 英国政府表示将继续从基辅撤离使馆人员,虽然目前该地区使馆仍正常开放,但已经不提供一对一领事服务。 就在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之时,几乎在同一时间,俄乌双方都开启了新一轮军演。 美国白宫2月11日发表声明,宣布总统拜登已经正式签署解冻阿富汗在美资产的行政命令,从70亿美元的资产中拨出35亿美元留在美国,赔偿给911事件受害者家属。 剩下的35亿美元将用于对阿富汗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对此,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回应称,拜登此举是在窃取阿富汗人民的财产。 最新消息,特斯拉首个海外设计中心确定落户北京。 据北京市2022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清单,特斯拉中国设计中心将在今年开工。 与特斯拉一起被提到的新年汽车项目还有两位新势力。 小米和理想。 报告披露,2022年,北京将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构筑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大力促进高精尖产业能及跃升。 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和新能源产业便是重点方向之一。 早在两年前,特斯拉上海工厂刚刚投入生产时, 马斯克就曾向外界透露,有意在中国设立设计研发中心。 其意义是要实现特斯拉在中国的生产和设计,更好地融入国内市场。 不仅如此,从马斯克对外表态开始, 特斯拉组建中国本土设计团队的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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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